第二節的 QA 時間 直接講問題 Peter Yong CP 問他想買一塊 77 的 UV Filter 他有兩塊深水的 B加德 貴了一塊 77 因為他只有兩個層次 一個貴一個便宜 貴一塊 另外第二個是 Hoia 77 HD 問我們哪個比較好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我之前提過網上買 Filter 會比較便宜 有沒有什麼經驗去分享 我猜他記錯了一點 有講過嗎? 我肯定沒有講過 我想在 Allen 有講過 是 因為 Allen 比較多 在 Amazon 買的 是 我自己 講得比較壞 因為我都跟店鋪 始終都做了這行那麼久 有些店鋪很熟 是 我去到買的時候 他們都會比較折頭我 是 小王上買東西 對 所以 不過 我所知 就是 聽到 Allen 的經驗 譬如 這樣折 那些 如果是 Amazon 賣的東西 應該都會有些很好的折頭 你可以留意一下 是 Syber Monday Back Friday 還有剛剛過了的雙十一 可能你上淘寶都找到便宜 都不談 沒有 盡力 好 講回主要的問題 兩塊 B加特 和 虎也 你怎樣選擇 我選B加特 為什麼 型 OK 就不簡單 說真的 如果說質素上 我覺得兩塊應該 差無幾 差不多 我不敢說哪塊更好 哪塊更好 但是當你 UV Filter 現在主要是 一個保護作用 UV在數碼上機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它本身已經來自 但是如果你做保護作用 但是如果你買一些不漂亮的 可能真的對光學的影像 有很大的影響 有些是衰到 你放在前面 我不裝上去 一放快Filter下去 是直接看到蒙了 是的 開始細節少了 是的 尤其是用一些很高像素的相機 是很嚴重的 很容易見到 但是 有時候單反光 就是少少說 我們未試過很多評測 真的到試鏡的時候 我們是要 我自己的35 是要脫掉一塊Filter才公平 是的 所以最美的 我講的是UV Filter 不算你說Gradient 黑角 那些 最美的Filter是什麼 不用Filter 不要緊 它現在用Protect 用來做Protect 我自己覺得 當你 其實大部份牌子 當你去到最貴的 Level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99分和99.5分 你覺得有什麼分別 是的 對光的影響 尤其是 我覺得 只要有Lano Co 之後 其實它的影響就小得很厲害 好笑 因為Lano Co 其實Filter最大問題是 內反射 內反射 它有Lano Co 就防防內反射 其實已經不會太差了 其實可能這裏 莫創它和它隔離 是 可能 可能 所以 我自己 反而 如果這兩塊 給我看 你找到哪塊便宜一點 我會這樣 那一定是HRV也便宜一點 其實是的 不過 如果你的鏡頭 也要上昂貴 你扭一塊B加W 上去那一刻 會開心一點 對嗎 看你自己過 17mm 他也知道應該是紅圈的 都是那些2.8的那些 是的 那你沒有理由 扭費沒有那麼開心 如果我是KID的18-135 我簡直連HRV和B加W都不買 買法用來撞的 對不對 OK 我和你的意見是相反的 因為我覺得兩塊質素應該不會差太多 沒有什麼大分別 看看什麼價錢 我不會出價錢 因為我那些賤人 我那些賤人都不買貴的 因為 照我剛才這樣說 其實我 我不知道外面實際的價格 是的 我是 因為我不買人 真的不好意思 這個 是的 是的 所以 看你怎麼想 一個型 一個便宜一點 但是B加W的FILTER 有二手甲放出去 是的 即是如果你將來換鏡 將來換鏡 B加W賣出去 是有人要的 是的 好也就真的蠻蠻的了 即是虧得多些 是的 是的 好 下一題 聖莊的莊國康 是的 他問多條問題 其實我也不是 是的 他正在用70D 所以想推薦一支鏡頭給他 是的 因為他之前用騰龍的A16 十七五十八 我覺得解像力不夠 當然不夠 因為幾十六出的年代 是六百萬像素 是相機的年代 我真的不懂 所以 所以 現在不夠解像力 現在二十四百萬像素 不夠解像力 是正常的 是的 但是 因為拍攝活動 平時都是用定招多 但是想買多支 標準的變招 其實我自己覺得 你用Canon的APSCC 變質鍵 其實他不止一支鍵 他不止一款鍵 其實用得Event 因為他們剛才也說 他本身會用一些定招 定招是漂亮的 用得另外一個支架 是要機動性和範圍夠寬 其實很多人一說70D 我都一定說回G18135 是的 因為他印象中 有兩支架 應該有十八五五的架 我都 我都喜歡十八三五的 其實不夠用 十八三五其實有兩支 留意一下 我會建議新款的那支 為什麼呢 新款的那支 就是用STM 還有他可以加下面的變焦器 就是電動變焦器 一拍下去 扭上去之後 它有一個按鈕 它又會有一個很滑的變焦 是 拍片一流 拍片非常棒 因為STM本身都是給拍片用的 是的 所以變了你 但是它對焦不是特別慢 它對焦也很快 很快的 所以我覺得兩用 是的 因為他都說過用70D拍Event 你會隔了70D 其實可能它都有些機會會拍片 那你怎麼可以不用STM呢 是的 所以都是這支 我和我 外面很漂亮的 這兩支 拆卡 也有機會有人拆卡出來買 是的 所以價錢應該都很好 不用想了 OK好 下一題 KKL 不知道為什麼名字好像很熟 OK 好 好 多謝你支持 因為它看完我們介紹XD3之後 現在應該是6300 手上有一部Sony 6300 賣了很久 6300的Kit 應該都不會太久了 是的 但是它Kit鏡應該是1650個G 是的 他問 現在它有一點點錢 是的 我很同意 有一點點錢 身衡是正常的 我們也是這樣的 是的 有兩個選擇 就是買賽斯的G16 70 四光圈 是四光圈 還是轉匯號呢 XD3 是的 XD3 我會這樣回答 我還沒想到 有兩度 兩部機的取向是很不一樣的 是 上次我售讀想買XD3 是因為喜歡富士色 喜歡旁軸 是旁軸 其實兩個都是 對 Sony 那部不知為何 的樣子很相似 對 大家都說Sony是客科技 是客科技 對 其實兩個都是 怎樣呢 很快 Dynamic 超闊 上面質素 可以好處得很好 那跟富士的自動化的特性 又很不一樣 就是 用了XD3 就用不到富士的Filmcraft 除非你富士後做很多事情 所以其實 我給不到他的答案 而同一時間 就是你要知道 你現在拍照的取向是什麼 你要很喜歡富士的Film 我受讀 我想試一下富士的Filmcraft 是怎樣 想擁有一下 但如果我純粹都是很喜歡文想的 所以很快的 保持著6300 OK 我是這樣想的 OK 我看法 首先 我覺得你首先要想想 你有沒有想著 將來會升富士 其實如果你想著將來 始終都會升富士 其實富士就不要選擇 因為你既然已經有6300 你不必要到時 又放了一套富士 如果你繼續用Sony 你可能中間 已經買了一些長鏡 本身是全鏡鏡 真的有這個機會 所以就 首先你想想這個問題 第二 我當你真的 想著 保持在APS 如果保持在APS 也是看你取向 例如你本身 都喜歡富士的程式 就是Frim Curve 出來的那些顏色 那些顏色 就會這樣 當然是富士 但是 我自己個人經驗 不是一個肯定的事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喜歡文想 Sony始終會好些 是啊 這個也是事實 不是事實 這個我用了這麼久 兩個牌子都有用 我自己的感覺 這個是DXO Mark 說的事實 是啊 可以說我們是 我們不敢說 你又不是可以有專業庇材做評測 是啊 沒有特別的 有數據比較 一到評測 我們都是拿一些官方的網站 做評測的網站的數字 來解釋給大家聽 但我的感覺就是 又拍過一支 所以 看你取向 但如果現在 我當你其他 我剛才說的所有東西都沒有所謂 現在只是說 究竟買多支鏡 不好 還是換機好 我覺得你不如買一支鏡 說真的 這支鏡是好用的 是啊 即是 你換了一支鏡之後 你就比較了 6300加1670這支鏡 好用 還是XE3加1855好用 那當然是1670的支鏡 這個範圍當然好用 所以 如果這樣比 就是這樣 我的意見 操控上的反應 我都會選擇6300 如果這一刻 我都會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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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題先 好 下一題 這個 我覺得他問得挺奇怪的 他說 外拍的時候 如果用灰卡 怎樣用灰卡 去調整Auto Way Balance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說錯了少少東西 剛巧摸上身 AWB AWB 是Auto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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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樣教 我猜是想問 我威 Balance 怎樣教 簡單來說 有灰卡 你簡單說一下 因為你熟 是 機身白平衡 在你有效的光源裏面 你拿了距離的reference 就是設定你的機身白平衡 是 是 相機 就算是便宜的機 都有一個 一個圓圈左右 兩個三角形 這樣 自定白平衡 是 你進入那個 然後你對著灰卡 做reference 做reference 按一下 按一下 就是 完 但當然要留意 就是你自己 首先不要走得太近 遮了光源 是 而且最好 你的鏡頭 就是整個畫面的覆蓋 剛剛好 看完整個灰卡 是 對不到焦都沒有問題 是 總之就是 不要讓他看到其他 這張灰卡外面其他顏色的東西 還有要擺對你瘦的光源的位置 即是現在我們坐在這裏 當然是這兩陣燈的光源 是適合在這裏 如果你擺在前些 離開了光源範圍 就已經錯了 又或者你 如果你的光源是這樣 就是我當太陽在這裏 你無端端突然 你撥完後面影 這樣也是錯的了 所以就是這樣用 簡單一點 我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你的問題 我估計你是說 打多了A字 如果你真的說A 那些我就不懂得回答 因為 不需要用灰卡去調 其實 有些事後微調的 但是是兩樣東西來的 不可以用灰卡去調 拍攝 好 下一題 Steve Wong 他跟我們一樣 有HR2 暫時沒有鏡頭 但是以往 有用過 塞斯 24 70 4個 然後 和福倫達 41.4 都覺得很麻煩 放了 接下來 他就會去歐洲 幾個國家旅行 當然想買一支更漂亮的鏡子 走天涵 就是一支過 心目中有兩支選擇的 16G Master 或者24-70G Master 即是說 戴三元那兩支 三支選了兩支 但是不知道選哪支好 如果兩支選了一支 不問我們意見 因為歐洲有很多美景和大教堂 和他的目標是想拍風景加印象 那我先說一說 這次 說真的 你拍大教堂 就肯定是16-35 24-70 你整個教堂 其實你咳少少俗肉酸 有很多教堂 應該不夠位置拍的 但是他旁邊只有一個廠 其實我未去過 但是看一些透視感 就估計到 24應該大部分都不夠 歐洲很窄 對 但是如果你說 拍風景加印象 你會不會漳漳都是一個大景 然後人細細粒呢 不會 這個又是另一件事 我底製的做法 我自己覺得 每樣都要有一點 如果 如果 那些人說 八月五人像鏡 你是不是拿一支八月五人像鏡 你是不是拿一支八月五人像鏡 我覺得不是 你是要有全個焦距 標準 長焦 你都要有齊 你才可以拍到一輯 有不同感覺的 人像鏡 而不是拍一張半張 你拍一張半張 可能八月五人像 但是 如果你現在這樣說 你說拍風景加印象 你是不是將一張都是 一個大景 前面的人細細粒 一個大景 前面的人細細粒 我就不太建議你這樣做 是的 但是如果你說 你現在說 一支 一支變焦鏡 就天涯 所以我都不太 prefer 你這樣做 是啊 大多支 便宜吧 便宜的 或者細細細小的 可能賣三支 五十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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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於兩支 兩支支 都不太快 輕鬆鬆 你還可以用一個 Code Mode 即是你 AXL2 Code Mode也有千百萬像素 等於75,1.4,拍攝人像少許淺景深,加上整齊 其實我覺得會精彩很多 如果你問我,我選擇24,70 因為我想風景加人像,都是人像多 因為你都要交功課給女朋友 24,70,你裏面已經有24,35,50,70,四種不同人像拍攝的方法 16,35,我想你只有24,35是可以拍攝人 所以如果換算,我跟你說法一樣 你不是要16,35,加一支人像 我就會24,70,加一支定焦Ultra-Ride 因為定焦Ultra-Ride,平靚靚靚靚得來 質素亦定到GG Master 是的,譬如之前我們有試過 七公獎 不是,魯蛙15 魯蛙,是的,魯蛙,是的,說錯了 是的,那都是,很棒 或者你想要對焦的,Sam Yang都有支12.8 是的 也有這樣的選擇 而且我想二選一,可能是重和省錢是另一個原因 你當一支Yang稿 省錢不是一個原因,我相信 是方便 你的Yang稿,你不需要Auto-Full 差不多 你遠一點已經無限遠了 也是的,你拿支,如果收少少光圈 八光圈 對,那支已經是Snap鏡 所以其實,為何我有這麼多定焦鏡 亦都同一時間,我很多定焦鏡都是Yang 是 因為我都不太需要Auto-Full 因為你拍得Auto-Full 你不是要快的 是 但是你拍了人像 你拍了一些Zoom的人像 你根本上是Full不切 那你就變了你要Auto-Focus鏡 所以我就會說 二十四七十 你和我相反 對 二十四七十 你看看你聽哪個意見 可能到最後他買 不知道為什麼買 兩支都買了 七十二八 大三元 最後一題 Tenicu 他問Capture One可不可以裝上iPad Pro 你自己也問過 不知道為什麼 問Sony Studio 可能上面說 Capture One裡面 其實它有一個小的App 叫Capture Pilots 讓你放在IOS 但那個純粹是一個觀景的App 就是用來看 用來選照片 同一時間 那個App 一定要有電腦 穿著 才可以看到電腦的相片 沒有其他功能 沒有其他功能 它是一個類似Preview的軟件 和一個線控的軟件 它是為了讓你Capture One 連著電腦的時候 我加一部iPad 可以在上面按鈕拍照 和讓客人來選照片 所以應該說 Capture One是沒有Tap 力版的 遲些會不會有呢 我不能說 OK 我不能說 OK 理解 對 但是我都很支持 它是用Capture One 因為其實用Sony 都沒有什麼可以選擇 大家用Sony 機 如果比拼購的話 都會有大機會看到 用Capture One開 Sony 的相片 是比其他軟件更漂亮 天生親生 如果你很急著要使用 現在都會有LikeOcc 讓你選擇 LikeOcc 是跨平台的 Android iOS 電腦都有 甚至乎 你的電腦 總之有 上到網 上到HML5 任何一隻OS 都可以 買的電腦 都可以 這個優勢 OK 今天就這麼多 下個禮拜還有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